全国大赛十天之后 大家也回归了校园生活 秦子刚到教室就收到了一封来信 曾景和宋景立刻凑上来 一个问者是谁写的 一个说着自争丑 而秦子表示你们不能看 好一问当然是樱幕了 在附建界 我们的天才也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附建王 秦子看着樱幕的信露出了微笑 心里也期待着樱幕的回归 早晨五点 一年级的三人组 刚至石井桑田也开始了锻炼 三人心想 拭目营退后就会空出来一个收发位置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怎么着都得把握住 该说不说 这三个货 当安田绞天超齐不存在的嘛 倒好像还真没有他们呀 这二三个黑板上 确实没有安田绞天超齐的出现 等三人来到球馆门口 就听到了打球的声音 本以为他们会是最早到球馆的 但没想到有人比他们还要早 画面给一道球馆 漂亮的姿势 自信的出手 一个字 帅 社会我三哥 三分投得多 自从赤木营退后 三井也开始变得越发努力 少了赤木 想被抢篮板的能力肯定会下降 所以三井想提升三分的命中率 用来制衡冬季选拔赛上的其他场队 而且三井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在这次冬季选拔赛上 一定要比全国大赛更加亮眼 不为别的 就为两大学点名录取 和赤木不同 他没被录取 还能靠自己的实力再考 让三井凭实力去考 好像不大可能 一想到这儿 三井又开始了自责 明明当初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为什么要去浪呢 看到三井后悔的样子 还真叫人挺心疼的 不过没关系 以现在的态度去努力的话 被大学点名应该不是问题 到了早上六点 财子在成跑的时候 偶遇到了同样在成跑的安息 财子也是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碰到教练 而且两人成跑的理由 还极其相似 老爹是医生主妇的 需要减减肥 而财子是为了控制身材 也需要减一点点 但让人诧异的是 锻炼减肥而已 为什么当做没见过面呢 双方都同意后 继续开始了各跑各的 八点的时候 刘川峰在野球场 早已是满头大汗 每天早晨来这里打球 已然成了他的习惯 收好篮球 拿出耳机 又化身成了追风少年 但不一样的是 耳机里不再是流行歌曲 而是换成了英语听力 看起来是为了去美国 也开始提前做准备了 回到学校 赤木和木木这边 也开始了上课 老师点名赤木解题 本以为志多兴 能很轻松的解答 但这次他看着黑板 老师看着他 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来 老师也懵了 这可不像平时的你啊 而木木一眼就看出了 赤木的不对劲 只见赤木坐在板凳上 是如坐针毡 不出意外 球硬犯了 贼想去打球 下课后 木木就叫着赤木 一起去球馆看看 偶尔去一次 也没关系的 谁知这只大猩猩 又傲娇上了 他做事从不拖泥带水 既然隐退了 那剩下的治有学业 看到赤木如此傲娇 木木也是一点都不惯着 爱去不去 摔头去走 嘴里还念叨着 今天要是人数不够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上场打一会儿 听到这话 赤木立刻叫住了木木 这一下尴尬了 这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早就了 刚才就不给自己太那么高了 后面点到工程这边 又翘课了 还是光明震大的翘 刚才还在呢 老是一转头人为了 来到天台 就开始看一些 怎么管理团队的书籍 嘴里也是念叨者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当一个恶队长吧 看起来新任队长的位置 应该是定下来了 和全国大赛不同 冬季选拔赛 只有一支球队能出现 翔阳为了这次的比赛 也是做出了很多的改变 首先改变的就是外貌 花行还说的过去 只是换了一副眼镜 气质依旧 长谷穿的这个就有点狠了 直接剃掉了他的刺猬头 这不仔细看 还真认不出来 而接下来 永野和高野这俩货更夸张 给自己修了个眉 系到基本等于没有 看着大家的改变 伊藤有点懵了 问着腾正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看腾正 少了一次志气 多了一份成熟 即使留了胡子 也依旧帅气 但伊藤这次是彻底崩溃 边炮边寒 这可不是他心里的 腾正前辈 不管怎么样 想要的队员是斗志满满 这次是要搭到海南 搭到向北 画面给到林南这边 于助又来了 他的隐退跟没隐退似的 虽然已经开始了 厨师的休业 但每天都会来球馆打卡 心里也在担心球队 他不在了 球员们还会不会 像以前一样认证 而他的做法 也让球员们感受到了压力 并不是反感于助 而是每天都来监督 一定会影响厨师的休业 这样下去 于助的父亲 肯定会生气的 眼看气氛有点不对 于助立刻撤开话题 问着众人 仙道又跑哪去了 我天天都来 他可得好 隔三差五的六号 既然你们的队长 都这个样子 那在你们认真训练之前 我先暂替队长一指 于助和赤木都一样 篮球在他们心里 可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众人离开球馆 就去往了海边 好无疑问 找仙道去了 只要提起仙道 燕姨就忍不住的崇拜 球技绚丽 球感又好 简直就是 余生俱来的领袖 但直线于球场上 画面一转 一个帅气的背影 正在悠哉的钓鱼 仙道转头一看 上货的来了 赶紧拿出今天的成果 给于助介绍 今天的鱼可有活力了 于助暴怒 你这个混蛋 这么喜欢钓鱼的话 那我们换 以后我来当队长 但很明显 于助继续回来当队长 有点不太现实 而仙道呢 也确实不合适 在比赛中 让他指挥 控球 纳梅的说 但队长嘛 动不动就得去海边找他 不合适不合适 既然于助和仙道 pass了 那么只能选其他球员了 在训练中 阿富撞到了越野 越野立刻让阿富道歉 拿着阿富甩头就走 两人是一个不服一个 在他那心中 都觉得自己会被选为队长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直到走了出来 开口说道 都别生气 在训练中的碰撞 也是常有的事 你们两个换下位置 继续训练 好家伙 这个世界分寸把握的 那叫一个自然 就连夜一都忍不住吐槽一句 你这是自己给内定了呀 灵丹这边结束了 该海南了 迷深河中村也正在前往海南 他们青天 想去找出海南强大的秘密 刚走到一半 就看到了海边正在有人冲浪 还很眼熟 不是别人 正是中年人帝王木 怎么说呢 海南强大的秘密先不提 木生衣黑幼幼的秘密 算是知道了 看到学校的时候 两人见到了青田 这家伙也是个恨人呀 显得没事 跟狗叫上进了 比赛跑 看到被狗超过 青田也爆发出了 不服输的斗志 是要与狗决意刺熊 中村都惊呆了 能与狗不相上下 这就是他速度的秘密吗 很显然并不是 秉着摔不过三秒的定律 镜头一换就被狗拖着跑了 那搞笑的能力 他似乎不在阴目之下 来到学校后 两人也看到了 正在慢跑的阿神 看着阿神的背影 倪神似乎找到了答案 这个孩子 也许才是海南强大的秘密 海南结束后 画面给到了天刚和高头 二人正在商量着 今年的国体要怎么办 今天容许混合球队 海南 临南 湘北 还有祥阳 每个队伍选两到三人出战 说到这儿 俩老头开始了自己的歪歪 一个再选中锋 那个那个和那个 一个再选空位 这个这个和这个 都想用自己心仪的球员 那么问题来了 教练谁来当 二人从高中开始就是对手 想必在这个问题上 谁也不会让步 来到山王这边 圣金一连无精打采 也便和一支舱 以为圣金还在意比赛的事 就给圣金说着 输给湘北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们还是要向前看的 而圣金却回应了一句 已经厌烦烈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 给两人整不会了 原来圣金有点厌烦 每句话后面都加个列子 但他自己又想不出新的 三人沉默了一会儿 也便问着圣金想好没 圣金下意识地恢复道 没烈 大哥 按你这个习惯想改掉 估计是难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和田开始给梅建南上课了 自从加入山王以来 这是和田的第一次败北 他也讨厌失败的感觉 小和田二话不说 先道歉 而和田并没有责怪弟弟 只是给他说着 如果你不继续进步的话 没有泽北的东西选拔 恐怕又会输 所以做好绝物吧 梅建南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会对你进行魔鬼般的训练 梅建南一脸认争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在哥俩回去的时候 和田抬头看向天空 心里想着泽北那个家伙 也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以后再没有说他脸大了 而泽北这会儿 空城小姐姐问他要不要扑他酒 泽北一头问号 也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啥 只会用yes回复 等喝完了才发现 自己怎么晕乎乎的 随着渐行渐远的飞机 泽北也是想起了父母 这么久以来 他真的很感激 父母被他做了一切 次日的清晨 鹰幕军团也终于登场 少了鹰幕的日子 他们也变得格外清闲 鹰幕在的时候 还可以去看他训练的样子 现在他不在了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今天也去看望下那家伙吧 只要不影响他的恢复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得不说这样的友情 确实让人很羡慕 到最后了 该主角了 鹰幕坐在海边 看着秦子给他的回信 开头就是一顿夸 能成为副剑王 不愧是鹰幕同学 然后就说着 大家最近的变化 先是工程当上新的队长 然后是三井 动不动就和工程吵架 最后是赤木 自从不打篮球后 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 早知道这样 当初还不如继续打球呢 秦子的最后一句话是 希望鹰幕能早日康复 因为他也想早点看到 鹰幕的声音 就在这时镜上又皮了 把自己画到黑板上 和鹰幕互动了下 顺便又推了下全国大赛 一个康发阿姨 走到鹰幕身边 并给他说着 日本出现了 第一个NBA的球员 而在这不久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 日本想进入NBA 根本不可能 但其实很多人这样去说 还是会有想去挑战的家伙 这几句话 算是激励到鹰幕了 当时就做出了决定 自己一定会是 下一个进入的 阿姨还有点不相信 你能进去吗 鹰幕缓缓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土 我当然能进去 因为我是天才呀